现在很多人特别热衷在朋友圈啊 QQ空间里头啊 晒那个各种各样的图啊 玩自拍 对吧 内容五花八门的 有的是秀那个美食 有秀景点的 有秀自己的那个那个帅照亮照的 等等等等 但是秀归秀 咱们拍照的时候 最起码得有节操啊 千万不能像接下来两个小伙子学习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张图片啊 前几天呢 有一个小伙子 在网上发个帖子 他自己讲的啊 将自己跟室友跑到铁路上去玩 想摆拍几张有个性的照片 于是呢 他们就站在那个铁轨上 等着火车啊 等远处开过来了 然后抓紧 啪拍一张 那拍出来是什么样的效果呢 就这么一张图 远处我们就可以看到啊 这个穿绿色运动服这小伙子 张开双臂 远处就一辆火车就开过来了 哎呀 然后就好像拦火车似的 王铁里头还说了 等到那个火车距离自己只有五十米远的时候 两人啪 闪到一边 跳下铁轨 然后火车 开过去了 我得铁 你想想 这是作死的节奏 火车那个多快 你别看 那个距离挺远 一瞬间就到跟前了 而让这两个小伙子没想到的是 就因为他们有火车不得不因为他们停下来了 而这么危险的动作 两个人竟然一点点都没有意识到 更过分的是 过了一会儿 又有一列火车开过来了 两个人又重复前面各种作死的动作 就是这个拦火车 这一次火车在离两个人几十米开外那个地方 主动停下来了 然后火车不走了 火车可能看到那个铁轨上有人 不能走就停下来了 而且冥想气敌 想了两分钟 这时候这小伙子可能才意识到 又是不是闯祸了 火车不动来了 一连逼停了两列列车 就因为俩小伙子在铁轨上站着 玩pose 在那玩自拍 这种行为 我们说轻一点 这是不把自己的命当回事 说重一点 你这个叫危害铁路运输安全 根据发帖的IP地址 警方现在得知了 两个人是安徽五湖一所大学的大学生 目前这个事情还在进一步的调查处理之中 你说这下玩大了吧 这哪里是在秀自拍 简直就是在秀自个儿至上 这不知道后面怎么处理 敢做就敢当 也算是给自己上一节可 你说这 说实了啊 我说实在秀自拍摄的东西 我说实在秀自拍摄的东西